请问现在您在做什么 在登记遗嘱 这份遗嘱是您的真实意愿吗 是的 我叫王涵 然后02年出生 现在是大二 我想要来立遗嘱 是因为最近看到很多新闻 然后就比如说像飞机失事 又包括像有一些熬夜加班 导致身体出现状况这种 让我体会到生命它非常的脆弱 我还没有男朋友 也还没有一个很喜欢的人 我比较重要的家庭成员 可能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我的哥哥 然后我的两只猫 我不知道我们谁会更先离开 然后无论怎样 我都很想跟他们一个好好的告别吧 所以我希望能够在20岁当天来立遗嘱 让我的生日更有仪式感一点 眼前这个头戴贝雷帽 身穿牛仔衣的00后女孩 有着年轻人特有的青春朝气 时尚的装扮 轻松的神态更像是赴约朋友下课后的小句 而非站在中华遗嘱库的门口询问定立遗嘱的事宜 王涵告诉记者 近年来总会在新闻上看到有关定立遗嘱的报道 事实无常 他希望来这里留下自己青春时的影像 然后我最近也是在做视频账号 然后我觉得立遗嘱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 也可能是大家00后都在关注的这样一个事情 我也希望通过视频的形式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 我看卡号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信号卡里只有一块六毛八 然后也今天没有带我爸爸的身份证 所以我并没有办法把他变成我的遗产继承人 可能他没办法继承我的一块六毛八了吧 定立遗嘱的行程过半 王涵时不时拿出手机记录拍摄 分享着自己的心情 与工作人员有时候有效地沟通着后续流程 也许对于20岁的他来说 死亡是一个遥远的名词 即使深处定立遗嘱的现场 也很难有更深的感悟 然而这种轻松的心态 只持续到了录制情感影像之前 好的 现在您可以表达一些您对家人的一些嘱托 以及说是一些对他们的祝福 嗯 好 就我其实除了家人 还有对朋友的一些 先开始对家人吧 遗嘱的财产范围 包括银行存款 虚拟财产等 其中情感影像就是虚拟财产的一种 这也是此次王涵来这里体验的重要一环 录制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 但对王涵来说 却是第一次直面死亡所带来的伤感及不舍 在对亲人诉说嘱托的过程中 他的眼眶渐渐湿润 语气也哽咽了起来 我原本的设想是 我要给他们留一个嘻嘻哈哈的形象 希望他们能在我离开之后也很快乐的生活 但我发现更多的还是我自己的一个不舍吧 我自己还没有做到完全的释怀 但我仍然很爱他们 我希望他们是幸福的 开心的面对未来 我是渴望我的成长速度很快的 我会恨不得自己成长很多这样 对 我会只想做一个妹妹或者女儿 我更想做他们能并肩作战的家人那种感觉 我之前会认为立遗嘱它是一种遗事感 但我现在认为它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从最初的某某好奇到现在的深刻感悟 一个多小时的遗嘱定力 让这个00后女孩对于死亡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王涵说 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来 他希望自己录制的体验视频带给年轻人更多思考 他说 生命有限 不要给自己留下太多遗憾